从你的股像来说 我觉得你可以留个长颗发 平头不适合你 不好看 真的 然后你 身高多少 1米75 1米75就算高了 1米75你知道吗 在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当中 1米75算 说得好就算半长 是个 我对你去开个膝盖 这个 看以其人之道 繁殖其人之身 嗯 这句话损不损 也损是吧 你心里也不好受是吧 同样的道理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 特质 都有优点 好了 你没啥哭的 啊 哭什么哭 没啥哭 你长得皮肤又好又白净 身高又高 羡慕不来 你摸个砖 头发一披下来 美单 可是他们都说 我脸大眼睛小什么的 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啊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有优点吗 女士的鼓励 并非突如其来 其实已经准备已久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长得高的女生 特带一种 非常高雅的这种特径 我刚才看你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举着女性 就对了 这个安慰是最到位的 这有女性的细腻 对的 夸到点了 神美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标准 在不同人的眼里 便诞生了不同的美 你要活去就是不去 自信 明白了吗 你有优点 为什么你不去找到自己的优点吧 对吧 自己优点放大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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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然后刚才这三位小同学 其实都是我们的演员 谢谢 我长得没怀呀 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士 其实真的挺漂亮的 不说身材怎么样 就是气质真的很好 她一进来我就不太适应住了 可能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老师 我觉得如果当我带大孩子 可能在校园某一处被这样 可能校园骑人的话 其实我感到很伤心 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 要爱别人 爱自己 一定要把自己有点去放大 然后付了脑看自己的缺点 这是真老师 这是个好老师 现在就是有这种正义感的人 或者是想要帮助他们的人 还是有很多的 其实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刚才这位小姐姐没想到 用她的这种风趣跟果敢 为今天的这件事情的介入 画了一个句号 当然你看这位老师 他其实说 你看你的优点 你看你长得高 你长得白净 然后你的气质怎么怎么样 一方面安慰了他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重新界定标准 重新界定标准 会让这一群人 找到方法和方式的改变 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审美 成为一种普遍压力 就有互联网以后 它成为一种单一的标准 是最可怕的 刚才的女士反对单一审美 接下来有人则分享 什么才是真正的美 太牛了 坦克 你有没有想过整个容 削个鼓 抽个菊 真正的美 入肖鼓的时候 把它这里变得消掉 到时候你就成为肖园女生 对 对于他们所理解的美 在场的成年人 又会如何看待呢 你不觉得胖怎么难看吗 胖有什么难看的呀 没吃你家的话 没穿你个衣服 我告诉你 我就想我小孩多吃点 这个事实上的美 千千万万 谁说手就一定美了呀 我觉得本来 什么也就没有统一标准的 太懂了吧 何力赶走了嘲笑 温柔的陌生人聚在了一起 他们坐下来分享着午餐 也分享着人生 马上这几个人的合力 就让这一件 一开始是那么残酷 不愉快的事情 有了一温暖的结尾 品牌一个人好不好看 不光是从而讲啥 就是 他心就不好 他心就是坏的 我好像在那些 我们公司看一圈了 我们公司有胖的 你觉得比我还该134的 但是每个人都穿得漂亮亮的 打扮得金金字字的 为什么 他觉得自己都是很漂亮的 自信的 自信带来的美真的不是其他人比你的 是 是 有点零二费很赞 来来来给你看看 最好看他们老师 看一下我啊 他们老师 什么叫胖 刚刚才发过来的 他们的语语老师 我们是喜欢他 我们好喜欢他哟 他叫我还叫得很好 很认真 看到没有 你还比你胖 比你胖好多起了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胖有什么呀 两个脏也能不好看 还有脏也能不好看 还有脏也能不好看 老师 但从来不是满分项 反正不站出来肯定是不对的 就这样的情况下 不站出来就等于默许了 就是那两个人欺负他 你长大以后 你的就是社会经验啊 这些都会让你知道 就是你肯定不能用外貌 就单单去评价一个人 他那么不自信 但其实我从我同事 还有我孩子的老师身上 看到那种自信带来的光辉 他们有的是音乐老师 搞艺术的嘛 还有的是音乐老师 但他们都真的很胖 但胖起来特别自信 我就觉得他们特别能让我有安全感 就感觉他可以把孩子教得很自信 老师的自信可以让孩子自信 内心的强大 然后可以增强你外貌的美 他美不光是看那种 长的什么标准 没有标准的 大家都可以很美 就像刚才做成一个小圆桌 大家一起安慰鼓励 这个小姑娘的时候一样 你可以去趟我的公司 可以看看我身边的朋友 可以看看我孩子们心目当中的偶像 他们是什么样的 这个时候榜样的力量就很重要 咱们做完这一期之后 我特别想说句话 就是我特别希望以后在媒体上 在屏幕上 咱不管是电视还是短视频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演技 希望看到更多精彩的灵魂 就希望除了表皮以外 我们要看到鼓 要看到的是这个李子是什么 前面的剧情中 我们还原了未成年群体 在追求外貌下发生的欺凌行为 然而也有成年人在容貌焦虑下 做出一些更为极端的选择 各位听说过有一种手术吗 叫做小腿阻断手术 我知道 瘦小腿 瘦小腿需要用阻断的方式 就是影响小腿功能 让你的小腿萎缩 以至于残疾 可能你的后半生就是要在轮椅上 还有第二个 精灵耳 精灵耳是干嘛的 在这个位置打拨尿酸 让耳朵这样支愣起来 不是我们的耳阔是影响听力的 耳阔形状是跟这样的 也可能会造成残疾 对 还有第三种 高颅顶 个矮吗 长个谁 谁要求这个 那高颅顶是为什么 显脸小 就是要铺冲嘛 然后之后就显个脸小 我今天其实也有高颅顶 小心思在 你猜看出来了吗 就是蝴蝶结 正确 就是这个地方就高一点点 有的女孩为了能够追求一劳永逸 她会在里面注入一些水泥 哇 我们以前这样脑袋进水了 这叫脑袋进水泥吗 她就在上面加一层那种水泥 然后让整个头型做一个改变 就是为了美不要健康 对 必须得这个行业进行监管 我也觉得必须监管 各位 最后一幕观察 我们转换剧情 我们将还原一位在容貌焦虑之下 去寻求极端整形方式的女生 目睹这一幕 路人们 她们将怎么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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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